刘孟俊呢 再说他的木瓜 你看他的木瓜 哇 这个木瓜有点点糟糕 他说他状的红灰木瓜是不是 打拼了是不是有救折的方法 年后呢 他状的这笔子呢 大概有0.6公分大 都有一个柑橘色的一些 绿绿筋骨来给他割 造成他的笔子材了呢 湿起 好像有事 甚至可能有一些问题 用幽默的黑漿菌是不是可以消灭他 嗯 这个木瓜 木瓜这当然 这应该是一个秀粉借壳虫啦 所以这个在那个管顶 他的一个检巴检巴 那其实有可能是一种 这个秀粉借壳虫这种去加过 所以有时候你看那个藏 藏的管顶呢 会有稍微像有一种 类似像那种螺旋粉丝啊 是什么样 这是有一个白色 那种蜡那种东西 去把它戒掉了 那所以呢 这个当然这可能就是要他 啊 较快来给他这个做处理 这个 进行这应该是有得过这个借壳虫 那不是借壳虫就是一种 因为这有两种的一个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粉丝 这有一个白米亚台 我们代理说白米亚台 那种东西呢 去够在那个藏的管顶 那够管顶那应该是有一个这个 这个粉丝 螺旋粉丝这种的一个 去加过啦 所以呢 这最主要 最主要是这样的这个情形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这个藏的这个管顶 有时候那一大一大 那有的不是粉丝 不是那个藏 因为你若是减霸一个东西 那有可能这有的是这个碳虫病 这个疼症 这个顶点顶点 这个在这个就看得到 所以 这个可能你要用一些 你若是要用有机的防治 所以大家会用一些这种 有这类的这个东西 那稍微把它用一下 这个核重 不要抹来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这个 矽片 这种东西你稍微把它用一下 因为 那顶点顶点 这有两种有一种是在 在枯管顶 这个在 在蝦子館上 蝦子看起來不太明顯 但是你會看到有一個五點五點 所以這大概有一個叫做黑點餅 五點餅這種 這蝦子加渣的 如果有到餅後就把它加渣掉 這通常在臺灣比較冷的時候 沒有那麼熱 比較涼 比較涼 五點餅就比較容易涼起來 所以這有兩種情形 一種是五點 另外一種是這個進場有這個蝦蟲 看起來這個蝦蟲是沒那麼嚴重的 因為看起來都乾掉了 所以應該不是 不是最大的這個 這個原因 包括螺旋粉絲 那都不是最大的這個原因 所以有一個頂點頂點 所以你這兩種都要去幫他做這個處理 所以這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有一個這個 這個蝦蝦 有一種病害 這個蝦蝦管頂 那當然五點 這是很明顯 還有管頂 那是有五點 當然還有一個不是只有五點 還有一個接口蟲的這個問題 所以這兩種的這個情形 這讓你稍微做一下 這個了解到 這大概是這樣 這個情形 那麼 你在操作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 這有時候 木瓜 木瓜是可以做到有機栽培 木瓜 其實所有的作物都可以做 只是說會賺錢 不會賺錢 這樣而已 這會穩不穩 有的人 這個 反正你如果要做有機栽培 另外一個就是說 有一種就是 有一個肯定的 這個宗教的 這個信用 他認為說 我就不愛 我就是要這樣 這種 通常你如果有這種 宗教的信用 這有時候 對球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所以 有一個師傅說了很得利 他的地主 跟他說 師傅啊 這都做不起來 這有機栽培 都賺不起來 這樣 這是要怎麼做 他師傅說一句話 這 這要不然 頭一次 因為去參加他們這個會 因為我去做他們的講師 去參加他們的會 在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 他師傅說一句話 他說 天上 要像天沒路 你就想要起了 但是 這種有漏洞行的 你就因為這個困難 這樣是要怎麼可以去 掌天 掌生天 掌生天有漏 掌生天沒有漏 但是我們是不是要再想辦法 在修行 在做很多的工作 我們是不是要用各種的方式 所以他們的不一樣 這種是一個 因為有這種宗教 這個信用在這個地方 所以 這當然是可以 但是你如果是說一般在栽培的時候 這個要做有機栽培不是做不到 但是就是說這個操作確實 確實是有一定的這個 這個難度 就是說 其實有這種 但是是做得到的 他確實是做得到的 就是說 我 對我個人來說 我認為是很困難的 我認為是很困難 啊 那你可以我自然 AMY 的部分 你可以配合用這個 explor遍 要再進去 治 100元 大家好 要知道 因為この通風 這通風 這 kinda更難 非常好 剛好天氣不太好 可以換人用一些油漬 跟荷蟲放棄好洗 配合細片來營 便海跟糖海可以做好這個管理 這大概是我們可以給你一個建議 那麼有時候他賣賣不一定很難吃 但是有很多人都說 這個油漬的雞就很好吃 其實你看你好吃的定義是怎樣 譬如說有的人很愛吃原始的風味 譬如說 木瓜有一個木瓜現 不知道我們聽眾朋友聽得過 這個你如果是吃油漬財的木瓜 你就知道什麼叫做木瓜現 要吃木瓜現的人說 那個木瓜很有味的 很有味道 如果沒有要吃荷蟲沒過的人說 那一個煙味有夠重 非常荷蟲 這要怎麼回答呢 所以有時候就是看 這個好吃不好吃 先別說 但是他有一定的基準 他如果行動正常 他就沒有什麼樣的這個問題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說木瓜 你可以看現在年紀涼涼 他要一個黃手刮 這個一個翹翅木的一個害蟲 所以你可能就是要用這種 可以噴一些黑漿菌 但是黑漿菌對他在那裡 已經就有骨子在那裡的時候 這黑漿菌就沒效了 黑漿菌對骨子有效而已 他如果對這種骨子在那裡的時候 就已經沒法理了 翹翅木這個東西就沒法理了 那麼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些油漿 用一些油稍微噴 你如果在種芙芙科的時候 這種東西 材料很油的時候 他就來吃這個黃手刮 這個台語不知道要怎麼說 這個比較不瞭解 他的小小小的骨子 一般我們都說骨子骨子 那不是只有油漿 吃人的油漿也會吃 所以一般通常 我們是在一般材料裡面 不會說很難煮 油漿稍微噴一下他就死了 但是這個在尤其材料裡面 因為會煮 所以其實他沒有說很好煮 這種油漿也不太好煮 為什麼也不太好煮 因為他這個成蟲的時候 這個有機資材比較快有效果 所以你會煮一些油 配合這種 油讓我們煮到他就沒辦法了 所以這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提供給你做一個參考 你一定要可以用一些 黑將軍做火力量 這個對翹翅木的一個幼蟲 他有一定的一個效果 那麼這等給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了解 那麼有些栽培 像這種東西 其實需要一個環境 一個環境 旁邊的最好是有一個 一個地方 來拌坡 做一個生態水池 這種的一個 在這個行林裡面 有這種意想不到的一個效果 那麼你可以試試看 大概我們在用的 所以主要是這樣 稍微處理一下 如果可以動調 大概就有一定的一個效果 這個黑將軍其實是還蠻不錯的